卓西乡公所今天上午来到太平村办理活动办公室 公所表示为了促进行政效能提升服务品质 透过行动办公室实际了解地方需求 每周三实施以村委单位 邀请村长、部落会议组长、发展协会、村民等参与 也呼吁村民都能够来参加 卓西乡公所各客室主管跟着乡总李玉贤 来到太平村的中心聚会所 与村民来面对面对谈 就是乡公所办理的行动办公室 桌椅排好村民也陆续做好 一开始先要请卫生所、配出所、医院等进行宣导 紧接着就是村民一一表达建议 中心部落长者特别提出 中心聚会所是否新盖移出停车场 因为部落的道路狭小 没到了办活动的时候 因为没有停车场 大家都会停在路边相当危险 希望公所能够新盖停车场 方便活动时民众停车 我做规划的停车场 比方便我们有活动 或者市场帮助 那个聚会的时候 我们在外来的车后 就有一个很好的停车场的位置 不是放在各部的里面 乡公所也表示 新盖停车场部分 会先去了解土地问题 村民的安全比较重要 会再与公所同任商讨 既然是我们田主席商业 是已经提过了 我们再研究看看 可以我们先规划 可能要交给下一个乡长 今年规划 我们要两三年后才会 我剩下一年多 所以我接收 我们先规划 我们先研究 然后就变一算 再征几经费 主要目所表示 办理行动办公室目的 就是要促进行政效能 提升服务品质 透过行动办公室 实际了解地方需求 每周三会实施 以村委单位 邀请了村长 部落会议组长 发展协会 村民 以及相关单位 参与一级圈党 也呼吁村民都能够来参加 记者高雄上 卓西乡采访报道